消毒人員在醫院的發燒篩檢站中 里里外外仔細消毒 为了避免疫情扩大 指挥中心宣布 恢复启动全国164个裁剪点 全力守住社区防线 加强裁剪之前 事实上每天验的个案 大概只有1到2位 但是从诺夫特群聚事件的4月27号 到前两天为止 我们一天可以验到20位到30位的 这个通报个案 今天看的数字 大概有超过50位的 只要符合通报定义的 包含发烧 腹泻 腹吸道症状 腸胃道症状等等 我们就一律给予通报跟裁剪 呼吁有相关接触与群聚史的民众 来扩大筛检 研判只要疫情不要扩大 台湾的筛检量能足够 医院也盘点相关的 解疫病房数量 来应付可能爆发的疫情 不过不明感染源增加 民众人人自为 就有不少人发现 自己有相关症状 就很担心自己是否已经确诊 有些根本不来诊手问 有些就电话问了 还诊手问 你没办法判断 因为这个疾病 就像一般感冒一样 特别是轻症 你怎么去取温 它是新冠肺炎 或者是旅游史也很重要 职业史也很重要 另外一个群聚史 我通常会问说 你周边的人 有没有人生病 医师坦言 民众一有小症状 就直接联想是不是确诊 也造成诊所医护人员的压力 也提醒民众 只要戴好口罩 勤洗手 避免到人多的地方 染疫的几率还是 微乎其微 欢迎新闻 张家宝林凯伦 特别报导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